焦點則是澳洲眾議院 在二十七號表決通過 禁止十六歲以下兒童 與青少年使用社群媒體平臺 接下來將要交付參議院 來辯論 如果這項立法通過 可對違規企業最高開法 五千萬澳幣 是超過新臺幣十億元 不過青少年和家長的看法不一 學者也認為立法欠缺 周詳考慮 澳洲眾議院表決 以一百零二票贊成 十三票反對 通過一項全球首創 禁止十六歲以下兒童 與青少年使用社群媒體平臺的法案 這是澳洲總理 埃班尼斯政府日前推動的法案 接下來將交付參議院辯論 做最後決定 有受害青少年家長認為 這能為澳洲兒少提供保護 如果法案通過 為妥善執行禁令的企業 將面臨最高五千萬澳幣 等於是超過新臺幣十億元的罰款 社群媒體公司認為 這項法律模糊 有問題而且倉促 有青少年也表示禁令 恐怕會讓他感覺更孤立 學者分析指出 這項立法欠缺周詳考慮 全面禁止兒少使用社群媒體 短期或許會有成效 但恐將導致依賴社群的年輕人孤立 成年人也可能因此在平臺發表更不適當的內容 至於中國短矣音社群媒體抖音的國際版TikTok 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正受到歐美政府越來越大的壓力 TikTok宣布將加強防範十三歲以下用戶 虛報年齡註冊 並且限制十八歲以下用戶使用美顏濾鏡 以改善平臺對兒少的安全性 公司新聞這位人劉璇編譯